大阪自由行必逛的景点 像是大阪城、通天阁、梅田的空中庭园和天宝山摩天轮 只要有这张大阪周游卡通通免费 你没听错 不止电车、地铁、巴士随你搭 连娱乐设施入场都免急 真的超划算 今天阿末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榨干大阪周游卡 只要用2800日币 一票制霸大阪市区 本集攻略会为大家介绍如何购买 以及怎么使用才会回本 让这张小卡发挥最大的功能 也会补充购票注意事项和使用限制 赶快跟着阿末飞大阪啰 我们可以在哪里买到这张大阪周游卡呢? 方法分为线上购票和现场购买 阿末先交线上买的 首先点开官网 把语言换成繁体中文版后 连选网上购入 这里有2800日币的一日券 两日券则是3600日币 等于一天只要1800日币更划算 选好张书后 再往下填写信用卡资讯 联络资料 完成后会收到兑换QR Code 接着就是入境关西国际机场时 到旅游服务中心进行兑换 就OK啦 如果想到日本现场购票的话 目前在各大车站和旅游服务中心都有贩售哦 例如地下铁各大车站的站长室 板级电车板神电车的梅田站 和近击日本铁道南海电车的南坡站 再来就是大阪站的大阪旅游服务中心 南坡旅游服务中心都买得到 建议大家可以官网查询找到最近的贩售处哦 大阪旅游卡的最大优点啊 就是可以无限次免费搭乘 大阪市区内的电车和巴士 包含地下铁 板级电车 板神电车 南海电铁 家家总总啊 多达六家铁道公司 范围几乎涵盖了大阪市区的各大热门景点 再搭配大阪都市巴士 完全就是一卡在手跑透透 哦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哦 大阪旅游卡啊 不能搭乘加列车 还请大家注意哦 接下来阿末要介绍大阪旅游卡的另一特色 除了交通一日券的功能之外 它同时也是许多热门景点的入场券 只要持有这张大阪旅游卡 原价好几千日币的景点门票 立马免费入场 家家总总啊 有超过50个景点 会不会太猛了 像是大阪城天守阁 高顿爵水上观光船 梅田超亮眼的红色摩天轮 HEP5 都包含在内 实在太划算了 这里阿末就来帮大家算一算 买了这张大阪旅游卡可以省多少 假设大家一早从新灾桥出发 先搭到日本桥站 移动到大阪的厨房 黑门市场大淡海鲜 吃完接着移动到通天阁展望台参观 中午前往大阪城天守阁 感受日本古城之美 接着下午杀去梅田的空中亭园 欣赏大阪市区美景 再看隔壁的天空美术馆 可以戴上3D眼镜 换个高科技方式 欣赏艺术名作 傍晚前抵达大阪港 搭乘圣玛丽号 从海上观赏夕阳之美 最后走到隔壁的天宝山摩天轮 一览高空夜景 像这样一天下来超金石的行程 包含车钱 零零总总门票费用 一个人就要花10480日币 但如果跟柜台人员出示这张大阪周游卡 就可以免费逛好逛满大阪的各大景点 省下来的门票钱 可以挪去写拼跟吃美食也很OK 是不是超划算的 介绍这么多大阪周游卡的好处后 也是有几个小地方需要注意的哦 像是刚提过的大阪周游卡不能搭JR 只能搭地下铁各线 板级、板绳、金板电车、南海电铁和近击日本铁道 再来是大阪周游卡并没有儿童票哦 所以大人小孩都是相同价格 一个人2800日币 还有就是大阪周游卡的计算方式 并不是以24小时制来计算 而是从当日首班车到末班车的时间来计算 所以阿末建议大家要使用的那天 记得早一点出门 从早玩到晚才划算 另外有部分设施需要提前到场预约才能使用 像是中之岛和稻顿爵的水上观光船 或是只在特定时段开放免费入场的 例如梅田的空中庭园展望台 下午4点前进场免费 但4点后入场的话就会以7折收费 再来是每个景点有不同的规定和休息日 提醒大家出发前要确认好哦 最后我也简单整理了一些QA 要怎么知道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车路线 跟观光设施有没有营业呢 大家可以进入大阪周游卡的官网 下滑找到service栏位 点选可免费搭乘的路线 这里面有一张非常精美的地图 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再来就拿手机扫描左下角的QR Code 就会显示所有娱乐设施的休息日和营业时间 网页连结阿末都会放在影片资讯栏 直接存起来也OK 另外可以持票搭乘特辑急行列车吗 答案是不行的 建议大家上车前先确认近站的列车 是到哪里的列车 对照大阪周游卡官网的地图 地图有清楚标示可以乘坐的范围到哪里 如果超过 离开大阪市区的话 是要额外支付车费的 最后还要请大家注意 二日券可以搭乘的范围跟一日券不同哦 二日券可以免费搭乘的交通 仅限地下铁 不过可以到的地点还是很多 阿末觉得影响不大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大阪周游卡攻略 很推荐各位买来用看看哦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也很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阿末会尽力帮大家解答的 最后记得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MOK玩什么最新最实用的旅游资讯哦 我们下次见